当时卢女士身在六百多公里外的北京呢 干着急也使不上劲啊 她只能赶紧让家里的亲戚到学校看看孩子咋样了 第一时间赶到学校的是孩子的爷爷 去了以后 她那几个副校长是个课室主任 在养孩子的办主任都在场 孩子来那大了个脑袋 完了就老脚是迷糊 要恶硬 爷爷说 当时他要求必须渐渐动手打他孙子的人 不一会儿老师把人找来了 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两个四十多岁的老爷们 我说就那两个大小伙子 四十来岁 两个一人打一个十七岁一个小孩 未成年还在校内 能怎么能下得着手 你那一个打他都小岔一样 那两个高一块快一百岁了 就打一个十七岁孩子 马上 waving radio 老师